哇哦 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紫桃老霍的老霍哥啊 俗话说的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啊 老霍哥呢依然重复这句话啊 老霍哥呢今天呢给大家呢上两件藏品啊 其中呢我们这一件呢 它呢是成套的啊 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然后呢我们最后呢看这个康熙时期的啊 那个呢也是十分的精美啊 我们首先看这个一套的 我们这个青绿山水的浅江彩的这么一个画作啊 是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我们昨天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啊 像这种东西呢 它呢这是属于呢马蹄杯啊 形状呢酷似马蹄倒过来以后呢 所以呢我们又管它叫做马蹄杯啊 马蹄杯那个杯型的老霍哥也跟大家说过呢 它呢比我们一般的杯型的要珍贵一些啊 也就是说它的传世数量呢 并不是十分的多啊 比较稀少 所以说呢它比较珍贵啊 而且呢它呢又是一个浅降彩的风格啊 这种浅降彩的风格呢 跟我们以往见到浅降彩还不太一样啊 它呢是比较靓丽的颜色色彩啊 我们管这种色彩呢叫做青绿山水啊 大家看呢非常有特点啊 就是说它使用这种蓝色呢非常的蓝艳啊 然后呢又配有那种绿色啊黑色啊 跟这种红色啊 就显得我们这个这个杯子呢是格外的漂亮啊 格外的亮丽啊 而且呢它呢都是带着一个小诗句啊 叫做素玉啊 这种东西呢看上去呢是十分的精美 而且呢口部呢都带有描金啊 大家都知道呢带描金的东西呢都是比较品级等级率高一点的啊 然后呢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它的底啊 胎底呢都是非常的干老啊 这种东西呢没有任何的争议啊 我们给大家放大一下啊 看了这个胎民国时期的胎啊 我们看一下啊 也是略微有点发黄 然后呢胎底下呢会沾着一些沙子啊 小沙粒啊 这个呢也是我们晚清民国时期的非常典型的特点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右光啊 右光呢是十分的温润啊 已经非常润了啊 这种东西呢是非常开门大开门的一种东西啊 我们再看一下里面啊 别看这个杯子呢个体不大啊 它呢也是存手工拉披的啊 从损工拉披而成的非常的漂亮 造型呢也比较优美啊 上手呢也比较舒服啊 这种造型 RT杯啊 特别是以我们品查隐查啊 那么数量呢一共呢是有六只啊 其中呢有一只呢品相较差一点啊 其他的其他的几只呢品相都非常不错啊 说是品相较差 但是不影响使用啊 我们看一下它没有充现啊 没有充现啊 给大家放大的看的这个呢是有一个小乙咬啊 也或者是说小蹭皮非常非常微脚的啊 微脚瑕子在这一点点啊 然后呢这呢就是一个腰粘啊 这不是磕啊 之前呢这应该是粘了一个沙粒啊 扣掉了以后呢形成的 但是呢它是不影响我们使用喝茶的啊 它不漏啊 就这个东西啊 这个呢就相当于赠送的啊 咱们就相当于是买五赠一吧 就那个品相不好啊 其他的几只呢 都是可以说全品全美品范畴之内的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整个的品相还是不错啊 看吧 这五只都是不错的 那么给大家一个放漏的价格吧 这几只呢价格呢 其实来的价格呢也不便宜啊 那么我们一般的像这种的市场价的一只呢 应该是在五百啊到六百元左右啊 是非常正常的啊 贵的呢可能会卖到七八百啊 七八百块啊 如果稍大的呢就是一千多啊 都是非常正常的啊 那么我们这五只啊 价格呢给大家呢一个超级价啊 超级节眷价也就是一千六百八十块啊 然后呢赠送一只啊 就相当于是一千六百八呢 我们能买到六只回去啊 这六只呢 回去呢大家呢可以漆茶喝茶啊 可以拿选出两只呢喝茶啊 剩下的几只呢可以收藏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 或者是亏赠朋友啊 这个价格呢绝对是超值的了啊 就是现在我们景德镇 如果是存人工手绘的话啊 就是这几只的价格成本呢 应该也是在一千五六百块钱 是非常正常的啊 现在我们景德镇这种 才要烧制存手绘的成本价啊 就新的啊 成本价应该是就是在三百块啊 就是非常正常的啊 就是我们这几只的价格呢 老东西的价格呢 像就是按照一个新新货去卖啊 这个价格绝对是超值的啊 在哪也买不到啊 大家呢可以去随便的对比啊去打听啊 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买到啊 那么咱们看下一件啊 我们这一件呢 可以称得上是富丽堂皇的 这么一件东西啊 而且呢时代呢有比较早一些 它可以追溯到我们康熙时期啊 属于我们康熙时期非常典型的 青花繁红苗金花卉的这么一个碗啊 大家都见过那个碟子是比较多的啊 那么我们这种碗呢 确实是比较稀少比较珍贵的啊 而且呢我们的碗的品级等级呢 要高于盘子碟子啊 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碗啊 这个碗呢 它呢周身的话 有一圈的花卉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有牡丹花啊 这个呢特别像菊花啊 或者我们说所说的太阳花啊 组成的啊 一圈的这个纹饰呢 都是这个花卉的主题啊 大家都知道 那画花卉呢 它少不了牡丹啊 牡丹呢代表着王权代表大富大贵啊 我们这个菊花呢就代表着太阳花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呢 清康熙时期啊 清早期啊 我们这个碗啊 悲夜盘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 在我们正中心啊 同样的也会有一朵小花卉啊 这朵小花卉呢 画的呢也是非常的细致啊 也是由清花繁红苗金组成的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口部呢 是一个繁红彩的口部啊 也是会有锦地纹 锦地纹呢 然后呢会有开窗 四个开窗里面同样画有花柜 也是母丹花 代表大富大贵啊 也代表着王权啊 我们都知道呢 这种呢 由清花繁红苗金组成的呢 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啊 它需要多次入窑啊 也就是说我们烧右下清花呢 需要入窑一次啊 然后呢 我们再烧繁红彩 还需要入窑一次 我们这个碗呢 需要三次入窑 所以说呢 工艺呢非常的复杂啊 东西倒过到康熙开不开门呢 我们看一下底胎啊 我们像一说这种胎呢 就是一个大开门的康熙的底胎啊 我们还有一种呢 是比较白的 洁白的啊 比较凝润的啊 那种胎呢 是淘气比较干净啊 含铁量比较少啊 但是呢 我们大部分碗盘的康熙时期呢 还是略微的发这种淡淡的牙黄色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胎有结合处呢 略重啊 然后慢慢过渡啊 过渡到我们这个底足上啊 这种颜色啊 这种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开门的一个康熙时期的 我们所说的糯米胎啊 这就所说的我们说的糯米胎啊 颈皮亮幼糯米胎 大家看看跟柚子是不是够不够紧致 再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青花 青花呢 它的够不够深沉啊 而且呢 它的成发色呢 确实是比较深沉 而且呢 带有一种蓝样的感觉 这就是著名道的这种发色啊 跟我们后期的发色呢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再看着繁红彩啊 繁红彩呢 它呢 是比较红一些的啊 有一点那个枣皮红的这种特征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种时期的东西呢 确实是看上去的赏心悦目 特别是我们那时候的金彩 金彩呢 它呢 都是真金啊 这个不用毋庸置疑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碗的造型 非常的规矩啊 这个呢 也是纯手工拉皮制成的啊 东西呢 是非常的漂亮啊 而且呢 不适合这个碗呢 整个无论是在化工 还是我们胚胎制作 以及烧制呢 都是非常棒的啊 就是这种工艺啊 所以说呢 即使呢 历经了300年 我们这个东西呢 依然呢 是非常漂亮 完美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啊 这个呢 也是现代工艺无法复制的 防制的那这么一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量相和口径啊 这个碗的口径呢 它达到了11.3啊 然后呢 高度呢 是基本上就是6厘米啊 我们这个碗的个体就是中规中矩啊 就跟我们个人家吃饭的碗是一样的啊 瓶项呢 就是基本上接近了全美品啊 就是因为我们康熙时期呢 或多或少呢 会有一点点的小包柚啊 这个呢 也无例外啊 有这么一点的小包柚啊 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这个包柚呢 基本上忽略不计啊 给大家放大一些啊 放大一些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处理一下 基本上也看不出来啊 因为我们那个清早期的时期的特点呢 就是会有一点点小包柚啊 这个呢 也是啊 呃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 这么一个碗啊 也会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啊 价格呢 绝对会令大家满意啊 呃 而且呢 大家呢 就是能收藏到一个康熙时期 清花繁红苗巾的碗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这个呢 也会给大家一个超级价 这个价格呢 绝对是超值的啊 我们藏友收到这个碗了以后呢 可以拿我们这个碗当一个标准器啊 也就是来对照一下啊 我们就是其他的康熙的这种物件是否真是否假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拿利用它呢当标准器啊 特别是可以对应一下啊 我们这个清花的发色 以及那种繁红彩啊 还有我们这个金彩 还有他这个胎底啊 是不是够这种规格啊 也就是说呢 但是呢 我们不要死读书啊 这个东西呢 可以做一个标准器啊 就是一个一些比较开门的啊 相对跟这种 跟这种特征非常相近相辅的呢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它呢 是康熙时期的一个真品啊 是毋庸置疑啊 所以说呢 像这种东西呢 还是需要多上手 特别呢 是上手呢 这种真东西啊 是可以达到标准器的这种东西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老霍哥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 喜欢老霍哥的视频 别忘了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霍哥长按三秒钟点一个超级的推荐啊 那么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在右下方去点一下关注啊 老霍哥的东西呢 都是开门到老东西啊 像这种东西啊 还有我们这个小杯子啊 这都是一眼货啊 这个东西呢 没有任何的争议啊 那么老霍哥呢 也会给大家呢 以后呢 淘更多更好啊 更实惠的藏品啊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 淘宝贝就找老霍哥